再來看美國聯邦蔡明依的 再見委員會 蔡全埔議員 都在想通過美台相當欠稅的減免 這也是說美國看東派的議員 都很支持 強化美國對台灣的經濟 會怕關係 我們的行政委 副委員長 電文參與任務 這法案實施之後 對相當導致的環境 是有很大的幫助 美國蔡明依在 政委員會在當地時間 十時 討論美台 快速相當稅收減免法案 會中以二十七票贊成 兩票反對 全部同意通過 這次美國財委所提出的 美台快速相當稅收減免法案的版本 一定在現一位美國國內稅收盤 增加新的中節 并分作減少依靠稅 相當稅機構規範 就要收入處理 以及包括相當國籍基民 在來的台灣合格基民人典 這四大主要的禮別 美南德資表示 雖然財委會提出的頒本 稍微看不久 不過願意志祺 以來跟財委會主席 未登密切合作 將特性比冰相當 求稅的無票 對這件事 相見於副營長 提問參議 未來這個法案 立法庭書完成了後 優利相逢 投資歐來環境 那這是一件對台美之間都是雙向雙贏的好事 會有一定的租稅效果 那也對於台灣的企業在美國投資會有所幫助 再來學者也說 目前台商年早要去美國投資 逐利必須就要嬌勒 蓋上少許稅百分之十一 雖然有月回來之前 還要負擔百分之三十的高利靠狗 實質的稅率達到百分之四到四點七 美國當怕算 要蓋上法庭應鏈 為了蓋他們台穿去美國投資 這個法案通過必要性 大大提升 不過COSPO也提升 想要讓台美貿越增加 台商資金飛流還要讓人求稅這個部分 也是政府要積極去疏劃面對的問題 如果沒有三線的離孫無關 也會降給台商導資的議員 記者綜合報導